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问题很有趣 让我们一起来搜索 帽子戏法的英文是Hat Trick Trick有记忆表演的意思 Hat 我们知道是帽子的意思 可是记忆表演又和帽子有什么关系呢 帽子戏法的说法起源于19世纪的板球比赛 板球有点像美国的棒球 比赛中球员使用的球棒实际上是一块木板 用它去击打一个硬皮小球 一般来说 如果板球投手能连续三球投出得分的活 是对方出局 那是一件相当相当牛的事情 俱乐部就会授予这名投球手一顶帽子 作为盈域的象征 这就是最初的帽子戏法了 后来帽子戏法的这种说法就用到了 其他的竞技体力项目当中 例如足球 最后留个家庭作业 板球的基球手所戴的一顶帽子 是用特别材料制成的头盔 非常的结实 我要问的问题是 头盔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的含义是什么 请把你的答案写在评论当中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